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其实不管是在所谓的大中国话论述中 或是回归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中 原住民在这所有的意识形态中是完完全全被忽略的 我们在课本里面能够学到自己的文化 不要说是为乎其为 而是根本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在这个时间 是在大家在吵闹说到底要中国还是不要中国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先回头过来看看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 我们已经被压迫被忽略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过去400年来的外来政权 利用其强势的文化压迫在原住民族身上 抹煞原住民族主体文化的认同 日治时代的皇民政策如此 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依然如此 1931年自治民政府将无缝纳入工学校国语读本 藉由国家机器形塑台湾原住民族负面的形象 直到1989年在元韵前辈的抗议之下 才将无缝从教科书中删除 教育改革之后 教科书虽然不在经有布编板 但放眼现行的教科书之中 却仍然只呈现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 开发者开疆辟土 赶走原来土地上的原住民 如今我们却在此纪念他们的攻击 无视土地原有者的颠沛流离 现行的教科书之中 刻意淡化除去片面截取 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之中 具有影响力的原住民史实 例如17世纪曾在花东重谷的悲难亡 或大康口事件 西角川事件 牡丹色事件的发生经过集园医 布色事件的莫纳鲁道 还有抗日战役中的原住民角色等等 在我们渴望建构自我认同 渴望找回失落文化的同时 我们在自由民主的时代之下 却读不到自己族群的历史 学习不到自己族群的文化 这种教育形态 让许多原住民学生 遗忘了传统的文化 忘了自己是谁 甚至忘了自己原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正常或正确的教育 不应该让孩子失去民族语言文化的能力 不应该遗忘自己的历史地理 远离自己部落土地 第一我们的名字是原住民主 不是中国的第五十六个少数民主 少数民主不是我们宪法的名词 我们享有国际人权公约 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还有人权公约的民族知觉权 首先我们打开台湾的历史课本 我们会先看到 诶 史学文化就像是刚刚老师这边提的 十三行啊 厂兵人啊等等 学完之后 然后再放到下一页 你会发现突然原住民出现了 你就看到诶 各个实施族的原住民的介绍啊 有封年记啊 有什么记啊 什么记 然后 荷兰人来之后原住民就消失了 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他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战牡丹社 再来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物色实践 之后 国民政府来台湾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知道 沈宝针有开山府番的动作嘛 那大家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大港口事件吗 好 那再问大家 你们知道1877年的家里婉事件吗 开山府番到底开了什么山府过什么番 1876年大港口事件造成大港口的部落 整个部落的灭绝 年轻男子的灭绝 只剩下老人 女人 还有小孩 将近失去了文化传承能力 一直到现在才能慢慢的复兴起来 那加里婉事件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萨奇拉雅族灭绝将近130年 再来 假如战争之后 日本人来到台湾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1896年的时候有个雷公火战役 这个战役很了不起 这是难得原住民会打赢耶 对啊 当时呢 日本人来台湾要准备接收 那清朝的还没有撤退 那这个战役呢就是 在关山的电光部落的人 准备了清朝的禁犯 刚刚我是用我们的母语跟大家问候 这个不是我在学校学的 因为我们平谱族的 上来都是在 就是学校没有教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为 已经是在文献上的名词 但是我今天走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的背后还有八千多人 在十年前我还听到有这个 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有跟我说 原来平谱族不是扁平族的意思吗 有人提到说 平谱族不是已经汉化了吗 平谱族不是相识吗 这些想法都是反应我们教育的匮乏 是台亚族 我名字叫欧蜜 那我爸爸叫欧蜜 那么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就灌姓游 那整个部落 非清非故都姓游 隔壁部落有靠近这个石头多的地方 全部都灌了姓石 那么我的部落 居住在这个柔岸流域 但国民政府来了 就把这条流域成为大汉席 我国中的时候就到前山赌国中 那么为了纪念蒋先生 就把那个国中成为介绍国中 介绍国中 位于我们部落 称为比亚山 比亚山是一个纪念一个 太亚族的一个大将 把上 那么这个之后 这样先生就硬把整个三四十个 善居的居住 称为复兴乡 复兴基地 那么小时候 国小都要成为 要我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是从来不要让我们成为 堂堂正正的太亚族人 我们太亚族也有自己的发祥地 在叫Bisvayan Bisvagan 但是就读说我们是从渭河跟分河 那是我们的发源地 那么这些种种 让我这一个小小的心灵里面刻画出 我从来不认识 我是谁 所谓的蒋部长 你是不是还一一式的 蒋委员长过去的 一统中华的概念 不干所有在这个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族群 他都是华夏的子孙 他都是原皇子孙 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可选择的 是这样吗 我手上拿了一个昨天的报纸的头条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写说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 成立103年的这样的国家 比较较至于我们台湾的历史 它是非常短的 那我再请问各位 那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开始公布 不到70年 然后这个不到70年的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在这个103年的里面呢 它比103年还要短 中华民国曾经说并没有宪法 所以我要请问各位 到底宪法跟历史来比的话 是宪法是历史的产物 那怎么会教育部本末导致把历史当成是宪法的产物 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五条 第一章的第五条 写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那我们想要请问 这个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哪里 平等在哪里 那我们再来看 征修条文第十条 国家肯认多元文化 而且要辅助援助民族的教育文化 要保障他的教育文化上的地位 要向上提升 那么我们请问教育部的做法 他有遵照这个宪法吗 如果说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话 为什么这一次的克刚的减和小组 十位成员 各位看 十位成员里面 至少八位是同一个族群 所以这一次的克刚的减和教育部 其实是违宪了 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所以以上